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枪刺第二种的衔接方式叫做某刺 因为这个动作比较特殊,所以今天就独立拿出来讲 某刺的动作原理是来自于长棍当中的一个手法动作 我先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你的手是一阵一反握着这根棍子 然后同时往中间切换 双戒棍的原理呢,同这个长棍是一样的 首先你要一阵一反握着你的棍子 然后两手尽量同时往中间切 但是由于双戟棍是转明镜中间有根链子 所以如果你往左边抹的话 先把你的右手往左边抹 一定要顺着另一根棍子抹开 尽量在同时把你的左手往另一根棍子切换 再看一遍 抹棍,切换 抹棍,切换 这个抹棍次需要注意几个要点 第一点就是一定要抓住棍子的尾端 比方说当你的右手在往左边抹的时候 抹到后面这根棍子的时候 一定要抓住这根棍子的尾端 另一个手再切换到另一根棍子的时候 也是要抓住另一根棍子的尾端 这样呢有利于困大你整个抹棍的范围 同时呢也有利于你刺的范围更远 需要解释的第二点呢就是 做这个抹棍的时候的肢体动作 当你从右边往左边抹的时候 应该是弓不朝右 抹过去之后变成弓不朝左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的身体不能往前倾 比如说我看到有些棍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身体是这样做的 这样就陷入了一个误区 最好让你的身体保持正直的方向 然后过来再刺出去 第三点呢就是 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抹棍的轨迹 它的轨迹是成一个扇形的截面 对 柠棍枪枪枝的动作 非常简单,只要大家了解了这个长棍的这个动作的原理,就可以很简单的演绎出某棍枪刺。 下个星期呢,可能会有雷鹏教练给大家讲解一下指转棍的方法。今天就到这,谢谢大家。